接下來我們來談談是立委的部分 國民黨立委呢是不是渴望單獨過半呢 余天他會不會成為藍營逆襲的破口 我們就先來看到 聯合報今天所作 對於區域立委所作的這一份的民調 包含了國民黨民進黨跟民眾黨 那麼這個支持度會是如何 好 來看到在上一次所作 11月26號所作的民調中 那麼國民黨的支持度是30 民進黨22 民眾黨是9% 但是到了這個最新的一份的民調 國民黨的支持度是微幅的下滑到29 民進黨23 民眾黨維持是在9% 但是呢依舊是有一個趨勢 什麼樣的趨勢呢 就是藍營依舊是大過了民進黨 國民黨的支持度 都是大過了民進黨的部分 另外對於不分區政黨票的部分 在上一次所作 國民黨是32 國民黨是25 民眾黨是15% 到最近最新的看到國民黨是31 然後民進黨是26 民眾黨是微幅的上仰一些些到了16 但是兩份的從上一次跟這一次 兩份加起來看一下 都是國民黨大過民進黨 也就是說在分區的政黨票的部分 依舊是藍大於民進黨的綠的部分 好 我們來看到呢 所以朱立倫怎麼看 他渴望國會是可以單獨過半 好 想找國民黨黨呢 這個不分區立委 針對於這個專業議題來進行辯論 這樣子的話呢 就可以讓民眾了解到 誰才是真正能夠為人民服務的立委 尤其呢 國民黨立委呢 這個立委群呢 訴求的就是打貪腐接避案 所以呢 歡迎民進黨派人來PK 那朱立倫表示說呢 國民黨是有望立文呢 113席啊 下56席可以過半的 雖然區域跟部分區的漂亮名單 得要到民調最高的支持 但是目前評估一下 還是有15席 目前是緊繃的選區 所以呢 國民黨會強力的輔選 要是拼了 過了 就有機會來過半了 好 但是我們看到呢 現在是不是民進黨有一個人 成為了藍營逆襲的破口呢 這個人就是余天 因為民進黨立委余天呢 傳出因為沒有進入到 不分區的立委名單中 最近呢 他也沒有出現在 新北市的造勢的場合 所以大家就覺得 那余天去哪裡了呢 好 余天他也回應了 他說我現在又沒有什麼職位 什麼都沒有啦 所以不要問我了 所以呢 有利於能知就透露了 余天呢 對於沒有列入到不分區 感覺受騙了 他有一點心結戰 那基層呢 也很擔心三重 會綠地變藍天 讓余天呢 會變成了 國民黨內襲的破口 而另外呢 聯合報新聞也做了評論 2024被認為呢 是勝負 將會是決戰在新北 好 那賴清德多次的指導 侯友宜新北本命區來拔樁 但是呢 擔任賴清德在北部 進總的主委 民進黨三重立委 余天 他最近呢 卻是神隱了 好 消失的余天 余天去哪裡了呢 好 現在黨內呢 有一點心結浮上的台面 恐怕這個部分會成為藍營逆襲的破口 而三重呢 被視為是 令營的優勢區 民進黨罕見出現了危機 就怕會分裂加大 讓藍營的攻城掠地 好 另外呢 郭正亮認為說 這次的立委選舉呢 到最後誰會比較高呢 真正取決於最後一個禮拜的氛圍 因為大約有12區的差距是在5%之內 說實在的 其實真的非常的緊繃 而且呢 有一些本來 大家認為是國民黨機會不大的區 現在看起來好像距離都蠻近的 像是台中也是非常的明顯 所以除了三重之外 還有就是台中 是不是會成為這個藍營逆襲的破口呢 好 我們看到呢 其實賴清德呢 好幾次就指導了侯友宜 新北的本命區來拔樁 但是呢 擔任這個賴清德呢 新北進總主委的立委余天 他最近卻是神隱 國民黨立委賴世保就說 消失的余天 也讓這個黨內的心結浮上台面 而民進黨派系的問題呢 現在沒有辦法解決 新潮流不倒 台灣不會好 更多內容把時間交給李嘉宇 國內清帶你來關心到 民進黨現在面對到的問題 不只黑金貪腐弊案 現在國民黨要來打擊 我們今天邀請到的 國民黨立委賴世保 是 大家 是 文件早安 我們今天還是要講 因為現在民進黨依舊呢 黑金貪腐腐敗 這些呢 比如說高端啊 疫苗啊 快篩啊 採購啊 論文門啊 等等的 這種種全部都沒有回 所以國民黨現在全戰主軸呢 不只成立這個 藍營的PK小組 要跟民進黨做PK 做出區隔 黑金貪腐後 發揮警探精神 要來打擊 同時也可以看到 民進黨還有一塊派系問題 派系問題呢 我們過去都一直聽到說 新潮流不倒 台灣不會好 同時也可以看到 民進黨的余天 立委余天 他本來是賴清德的 新北進總的主委 那他現在都好像消失了 消失之後呢 又傳出說呢 他是因為不沒有被提名到不分區裡面 開始有點不爽賴清德 甚至有點冷淡賴清德的感覺 但是在這一塊 民進黨的派系 似乎怎麼樣都解決不了 沒有錯啊 賴清德一向是對自己很寬鬆 你看他違建到現在不猜 對別人非常嚴格 那他照顧的人都是派系的 比如說賴清寧 跟他bodybody 新潮流的 有一天不是啊 有一天不是新潮流的啊 所以你就沒有分 對不對 對 你要講的話 你要講說 你年紀大 游泉坤年紀更大了 為什麼游泉坤就有 你說游泉坤給他派院長 蔡英文還說 蔡其昌要當院長 是不是 所以這個都不是理由 理由就是什麼 派系不對 那個 那個feel不對 就沒有了 所以這個很可怕 這樣的人萬利不信當總統 那這個就是用人不是為黨 為派系 新潮流系 整個就治國 太可怕了 我覺得可怕在這個地方 派系之國相關可怕 而且我們現在可以看到 賴清德面對到的問題 剛才委員講到 違建嘛 現在呢不只違建 淨總 台南的淨總傳出來說是樣品屋 那這到底有沒有違法呢 好像在這個灰色地帶邊緣 那但我們可以看到 賴清德為什麼有點變成 綠能 你不能 違建跟樣品屋都是啊 違建跟樣品屋 因為他是賴清德 你就發現賴清德 你不覺得他 給人家感覺就是什麼 他永遠不會犯愁 他跟柯文哲有點像 把自己深刻畫了 所以你講什麼 比如說學生問他 他槍回去啊 對不對 你看趙少康跟他就高下立判 趙少康你問我答 你問我答 直求對壘 賴清德不是 你問我閃 或者我批 變這個樣子 那什麼意思 心中傲慢 他覺得他民調都第一名 他覺得他一定可以當總統 他覺得他不能夠被挑戰 所以你怎麼敢去挑戰他的違建 怎麼敢去挑戰他的樣品屋 所以這就是賴清德 天啊 這樣的人格特質 要當我們的總統 太可怕了 是 那我們可以看到 國民黨現在全力在猛攻賴清德的一些問題 有種種弊案 甚至還成立這個PK小組要打攤 還有呢揭壁 那我們也可以聽說到呢 因為昨天呢 這個桃園市議員林陶 他就在踢爆說呢 在未來這兩週呢 會再踢爆有關於信賴之友會的人 他有涉及到這個 再生典員的畢案 那到底是誰我們還不知道 但是跟賴清德有關的人 怎麼通通都出事啊 他現在賴清德又很賊 只要跟他有關係的人出事情了 切割 切割 再切割 你看他對別人多嚴格 是不是 你可以想喔 更生人全世界都說要給更生人一個再生的機會 結果他就更生人砍掉 不可以從政啊 第一個砍到就陳志忠啊 對不對 你可以看到 所以這個現在只有會的人到底怎麼樣 我覺得打一下出來 但是對賴清德來講 他的可能又是斷尾求生 你注意看到 你注意看到 你注意看到過去的殷襲倚重的大將 黃真果 這一次從頭到尾沒有出現 完全沒有出現 為什麼賴清德砍 切割 就這樣子 了解 好 謝謝尾元 感謝 感謝 好 講到斷尾求生 有沒有感覺到民進黨好好每次遇到事情 都好像切割 切割 再切割 同時也可以看到 先針對賴清德本人的違建問題 以及樣品物的問題 賴清德如果沒有好好出滅說明的話 國民黨要怎麼樣去相信說呢 他真的沒有黑金問題 沒有貪腐問題 以上是我們找到應急影響鏡鏡頭 戰縫內 太陽星全校客廢有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 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 克菲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 健康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種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要食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要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 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 有額外的折扣 這次的視頻 好 再 UC